为应对东南亚国家对美国的热情退却及失望蔓延 拜登政府重返东南亚的节奏呈现加快态势 在世纪疫情、百年变局、美国加快重返的背景下 中国东盟将如何合作?美国重返将有何影响? 中国查哈尔学会高级研究员、广西民族大学东盟学院副院长葛洪亮 近日接受中心社东西问蓝木川访时表示 中国和东盟即以东盟为中心的整个地区的合作一直在向前逐步推进 这种合作已成为促进地区发展的强劲动力 葛洪亮表示,拜登政府是在东南亚广泛的质疑中重返东南亚的 美国近期通过一系列高官访问向外界表明 华盛顿正加快重返东南亚步伐 特朗普执政的四年中 美国跟东南亚的关系出现不同程度倒退 如今,美国政府加强了对东南亚的重视程度 美国重返东南亚意在服务于美国的印太战略 而这一战略是要服务于美国的地区霸权 无论是安利斯还是布林肯还是前面的副国务卿 他们到访东南亚的时候实际上多多少少都提及了中国 那么特别是安利斯到访新加坡跟越南 实际上在演讲的时候都提到了 他希望东南亚国家加强对于中国的这么一种施压 我们可以看到这些高官过来以后 就是说美国已经表明了 就是拜登政府在东南亚的相关的一些政策 以及他这样的一种意图也明显地针对于我们 葛洪亮说 美国加强对东南亚地区的影响 对东盟来说是一种压力 这些年东南亚国家实际上总是在强调 不希望在中美之间选边站 这种情况下 美国的施压等同于逼着东南亚国家去选边 虽然美国口头上没有明说 但实际上却传递出了真实的意图 所以东南亚国家为此均感忧虑 美国重返东南亚目的是干扰中国和东盟的合作 但我们可以看到 这些年中国和东盟的合作一直在稳步向前推进 尤其在疫情下 中国和东盟合作的推进已成为地区发展的动力 2020年在东盟推动下 合作相关方签署了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 全球最大最具潜力的自贸区诞生 2021年是中国和东盟建立对话关系30周年 30年来中国和东盟建立了领导人 部长高官等各层级立体式对话机制 及时就重大问题开展战略沟通 为双方关系发展构筑起坚实政治基础 双边贸易额从不足80亿美元 跃升到6,846亿美元增长80余倍 人员往来2019年时已超过6,500万人次 在葛洪亮看来 这30年的合作无疑是互利共赢的 葛洪亮称 过去的30年 中国与东盟的关系在政治经贸乃至人文等方面 总体来说都呈现出一个共同的特征 即规模逐步扩大 接下来中国和东盟的合作将迎来更加牢固 更加壮丽的30年 我们在面向未来去看的话 那么中国东盟实际上就要在政治后勤这个层面 中国东盟要商讨去签署木林友好合作 那么在经济层面同样也是 双方那种贸易 双方那种投资 质量和水平实际上都是有提升空间的 那么中国东盟的安全的合作 实际上也是非常值得双方去推动的 得要双方在信息共享合作的一种层次 葛洪亮称 中国和东盟的合作是一种相互需要的过程 未来30年 中国和东盟将携手打造更加紧密的命运共同体 对世界发展产生更大的影响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